台中发生了多起的重大治安事件 议员们都很关心 也肯定了基层远景的辛劳 有案必破 在人力吃紧之下 治安表现依旧亮眼 几小时六度第一 但是有议员说 以全国来看却是令人忧心 因为这枪械是网络就买得到 枪击案平传 台湾成了禁忌之国 台中市近日连续发生枪击案 治安问题大家都很关心 市议员陈文正表示 全国枪击案平传 去年就有100件 平均每3.6天就发生一起 国人买枪械 竟然上网就能买得到 导致国内枪支犯案 台湾各地都能听到 枪声响起 议员建议中央 请网络社群业者协助 阻挡枪支贩售等违法事件 才能务实解决问题 而台中治安如何呢 蓝绿议员这样说 尤其我们这些警察 真的辛苦了 这个短短的时间内 也是都会抓到 都有破案 每10万人包括各种刑事案件 暴力犯罪 我想都是六都 成绩最好的 这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台中市基层的远警 其实很努力 很用心 然后呢 也很为台中市的市民来 守护这样的一个治安 然后让大家安心 上任以来 你煮诈骗去年的同期 就增加了四倍 金额高达两亿 让我们的民众减少了很多的损失 这个呢 就是客观的成绩 蓝绿议员都肯定 基层远警队自然的努力 近来虽然发生重大枪击案 警方也都以最快的速度侦破 台中市多项治安指标 名列前茅 一到六月份 每十万人口暴力犯罪 发生数 前六都的话是我们最低 再的话前半千道发生数 六都的话也是台中最低 再每十万人口 诈骑犯罪发生数 也是六都的话最低 每十万人口犯罪指标 发生数也是六都最低 警察局长蔡昌博强调 有社会就有治安问题 但台中警方会秉持 有案必破 不容恶者破坏台中市民 安居乐业的权利